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赖俊林为了追星 慷慨支付320万元邀请王心灵前来进行商演 而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商演 而是在房地产领域 观众几乎全是房产大亨和业主 但令人惊叹的是 现场的氛围堪比正统演唱会 这充分印证了王心灵的魅力之大 当他演唱当你的那一刻 无论将话筒递给何人 在场的每位观众都能完美跟唱 这种默契和共鸣让人难以忘怀 而在全场沸腾的氛围中 洪荣苑总裁赖俊林也是情绪高涨 面对偶像的精彩演出 他做的笔挺端正 看似镇定自若 然而嘴角时不时泛起羞涩的微笑 暗示出内心的激动 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一直避开了与王心灵的幕荒交会 直到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拍摄他的精彩瞬间 当全场的人纷纷高喊王心灵的名字时 仔细观察赖俊林的嘴型 无疑是在表白爱你 如果你的偶像突然在你眼前演唱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这一瞬间 王心灵成为了红荣元的最大幸运 他一夜之间就霸占了热搜榜的榜首 他在浪姐节目中短短两分钟的镜头 为芒果台带来了高达66亿的回报 让粉丝们大跌眼镜的是 这些心灵男孩不仅疯狂支持他 还纷纷购露芒果台的股票 这一举动直接导致芒果台的市值暴涨66亿 原来 除了用心挥洒在舞台上 王心灵还能以实际行动 对他的事业和事迹表示坚定的支持 他的魅力是如此之大 让人为之倾倒 观众的热情和行动力让芒果台不得不匆忙调整节目安排 将王心灵放在C位 这是对他魅力的最好注解 王心灵本人也非常努力 与他微微联媚上演精彩的表演 舞台上的火花四剑 仿佛风神陷阱 王心灵的独特嗓音和丝滑转音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连纳因也被深深地感动 他不仅是甜美的女孩 还能够变身为多面手的女王 他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呢 回顾03年的华语乐坛 这一年堪称神仙打架 周杰伦的东风破和朴树的生路下花都引起轰动 然而 王心灵仅凭林俊杰创作的当影 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展露头角 与林俊杰的合作只是他与创作人的一次巧妙交集 05年 主题曲梦的光点将他送上90后心中的神坛 此外 500亲自创作的《我会好好的》更是特别为王心灵打造 当得知他情感受挫 500付出了特殊的关怀 这首歌曲充分展现了王心灵的情感与才情 除了林俊杰500之外 同样在05年 著名的创作人曹格也为他写歌 曹格为不辜负王心灵的期望 花了整整三天三夜聆听他的歌曲 观看他的MV 最终心生情愫 创作了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 这首《睫毛弯弯》不仅成为了王心灵的代表作 也为曹格在娱乐圈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林俊杰、500和曹格这些当时并不出名的创作人 如今都已成为乐坛的重要人物 这也反映出王心灵的成功之处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他不仅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为整个华语乐坛带来了新的活力 他的嗓音优美 舞台表现出色 将观众带入一个又一个风神的时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